Hello 你好 我是劉奶爸 今天來介紹一個網站的GIF動畫 那GIF動畫有時候會用在我們的簡報裡面 那有時候會放在像網頁的插頭裡面 所以它非常好用 可是GIF動畫我們要去下載的時候 要去一些比較合法的網站 比如說像今天要介紹的這個叫CLIPLY CLIPLY這個網站的網址就是 CLIPLY.CO這個網站 那我現在先隨便示範一下 我點進來隨便找一個圖 比如說這是ROBOT機器人這個圖 那你這邊就直接按一下Download 如果你覺得這個圖OK不錯的話 就直接按Download 那這邊就會有個GIF檔案 那這個檔名你可以自己隨便去改 改成你自己記得檔名就可以了 那副檔名記得它就是GIF的檔案 那我剛剛已經把它下載到這邊 我先按取消一下 那怎麼使用呢 假設我們現在是用簡報軟體 先把這個簡報軟體打開 然後這邊有一個插入 點擊一下看你要插入到簡報哪個地方 這邊插入圖片 GIF是一個圖片 那我們就選 我剛剛把它放在桌面 我們選剛剛這個GIF檔案 好然後按插入 插入的這個當下它是不會動的 那什麼狀況下會動呢 就是在播放的時候 如果是在簡報檔裡面的話 就是在這個播放的時候 有沒有它在播放狀況下它就會動了 好那如果是網頁的話呢 網頁就更簡單 網頁你看我隨便把它打開 像剛剛我把它傳到桌面 我直接從桌面把它拉過來網頁裡面 你看它直接用網頁去開啟的時候啊 它就是一個動畫了 所以GIF檔案本身 它擺在網頁裡面 它本來就是一個動畫 那它擺在簡報檔案裡面的話呢 它必須要播放才會是一個動畫 OK那你要注意的是說 這個檔案它本身背景有沒有透明度 所謂透明度就是像這個背景 它非透明它是白色的 所以它看到的這個邊緣就是白色的 那如果你這個簡報本身是有底色 像我現在這個底色是紫色的 就不太適合這樣子插入這種動畫 因為這樣就沒那麼好看 那假設說像我把它開第二張簡報 這邊一樣把它插入圖片 一樣插入剛剛這個檔案 好這個底色是白色的 那你在旁邊去寫字 簡報嘛 像這樣子我們再播放一下 好它底色是白色的嘛 然後你這個簡報背景也是白色的 那這個動畫在這裡面看起來就比較好看 就比較沒那麼突兀 所以你在下載這個GIF動畫檔的時候 要注意一下它的背景顏色 是不是能夠跟你的簡報的背景顏色 是可以互相融合的 那如果不行的話呢怎麼辦 還有一個方法就是去下載 沒有背景色的動畫 譬如說有透明度的GIF動畫 像另外一個圖片啊 它這邊這個網站其實它是有 做這個付費的另外一種方案 像這邊有一個免費方案的 你可以直接下載的 那它這個是付費方案的 一張12塊錢 那它主要的差別在哪裡 這邊有寫說 這邊是付費 免費方案的是400px 就是400x400的寬度跟高度 那這個白色的背景 白色背景 這個就不是透明背景 這是白色的 可是呢 它這個付費方案 它就有寫說 這邊有 它就除了GIF之外 它還有MOV的檔案 影片的檔案 或是MP4的影片檔案 或是WEBM WEBM WEBM是Google它開發的一種格式 另外呢 它就是Transparent 透明背景 這個付費版 才有這個透明背景 而且它可以到1080px 所以它的像素比較大 圖片比較大 而且具有透明背景 那它就是用付費方案 所以在這個網站裡面呢 你要去看一下 每一張圖片它的屬性 免費方案的圖片 跟付費方案的圖片 它的屬性不太一樣 這個網站裡面 所有的付費版跟免費版 的差別都是一樣的規格 就是免費版都是這樣子 剛講過了 就是有背景 有背景顏色 不管是白色或其他顏色 都是有背景顏色 那這個付費版呢 都可以有這個透明背景 Transparent透明背景 所以你要透明背景 在這個網站裡面 一定是要付費版本才可以 那它這邊有說明 它的license 有說明 如果你要免費使用的話 請註明你是在這個網站裡面 去引用它的圖片的 當然GIF圖檔 不只有這個網站 如果你還希望 了解更多其他網站 以後如果 我們還有發現其他網站的話 會在YouTube頻道裡面 再免費介紹給大家知道 那也歡迎你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按一下我的小鈴鐺 之後如果有新的影片 發布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收到電子郵件通知囉 OK 我們下次再見 我是劉奶爸 拜拜